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收聽 今天一的快樂聊時事 我是朱吉琳 蘭朱茹 今天我們有特別來賓 但是進入到這個節目之前 我們有一個口播的內容 要跟各位聽眾朋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我就開始了 一二三 隨著世界各國意識到境外敵對勢力 對國人滲透分化及竊密的手段越發多樣化 對國家安全所產生的威脅節節高升 法務部調查局國家安全拍出影響力 以百外圍電影針見競賽正式開跑 等你來挑戰 以國家安全為主題拍三到十分鐘影片 實拍動畫皆可 報名至即日起至十月十二日 總獎金一百一十萬 首獎五十萬 拍出你的影響力 鄉親請上國家安全開賣啦 相關網頁連結查詢 以上資訊由法務部調查局提供 那我就不吐槽了 我怕被調查局調查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有一個特別來賓 是我們非常帥氣飄沛 然後頭髮有點像金毛絲網一樣霸氣的 我們的周哲瑜凱凱 首先請凱凱跟我們聽眾朋友來打聲招呼 各位聽眾名叫大家好 我是周哲瑜凱凱 很久沒在等待 你看那個磁性的聲音讓人家聽了就覺得說 是不是耳朵戀愛的這樣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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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好 今天要來聽凱凱跟我們分享的事情是這樣 就是最近凱凱的這個炮火蠻兇猛的 特別是針對有一個只會那個 一直瞎扯什麼覆蓋率 結果事實證明都變成是臭蓋率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 那由於柯文哲他在一個月前的6月16號 曾經說 喔 就算沒有疫苗 我台北市也是可以給他清零 結果呢 到了今天7月16號 登登 請問台北市有清零嗎 沒有 那這個不只是沒有清零 那我們知道有很多東西增加 就是傾銷增加 對傾銷增加 對所以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 有一個這樣的市長真的是台北市民 以及真的是全台灣老百姓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痛苦 甚至說是一個折磨 因為畢竟一個市長他掌握了防疫的權限 跟防疫的資源 可是卻沒有達到市民的期待 那這樣到最後比較受到影響的 甚至說這個要承擔最大後果的 還是我們一般的小老百姓 所以呢其實像凱凱她也是七成出身 曾經在日本擔任過這個長期的導遊 那這樣一個情況之下呢 她也非常的了解 就是說一般老百姓 遇到疫情 那當然這個生活的部分 等於感受 那這個我相信就不是 現在已經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整天只想著要選總統的柯文哲 所能夠體會的 所以呢凱凱她這兩天 在臉書上這個炮火猛烈 蹦蹦蹦蹦蹦蹦 像個三軍演習一樣 有沒有 發了蠻多篇跟這個柯文哲相關的議題 那我覺得都寫得不錯 所以今天呢就請凱凱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是怎麼來斬這個柯文哲 沒有啦也不是說斬她啦 其實我現在抱著齁 真的不是要痛批她的一個心態 我說正經的因為齁 那就像那一個 怎麼說的 說得不好聽就不太怕了 那家人的人喔 爸爸也沒 媽媽也沒 阿公阿嬤也沒 親戚朋友都沒 那沒到沒人都會累 漸漸的就會有一種 又嘴巴痠了 對漸漸的就會有一種 放棄的心態 而且我們現在其實要 鼓吹著所謂的就是 愛的教育嘛 對不對 所以咧 說坦白勒 可能她也沒認識我 我沒穿張曉波這麼出名 就連續被給了 對兩次了 對 然後呢 是真愛 對 這個也沒關係齁 那其實 我們換一個角度 來跟她講講話好了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每天這樣 我們整齊就用一些 比較溫馨的 柔性的勸導 說不定 有些人就是吃軟不吃硬 對啊 然後像我以前 我也是 媽媽叫我 欸說 欸 幾點也還不去達成 那我心裡就會想說 我明明就九點想要進去念書 可是那如果八點五十九分 講出這句話 欸這不是超前部署嗎 欸對 那基本是給她來送嘛 對對對 我就覺得 欸 為什麼 那我那天就會很叛逆 就會不想念書了 你知道那種感覺 所以你就延到九點零一分再進去 欸沒有 我就會 整晚不讀書 可是 隔天被打的還是是我 因為 考試就考不好 所以我會覺得 欸 欸那是不是 柯文哲我們其實不可以用 我們來換一個方式 螺訊的來跟他勸導一下 那其實這些螺訊勸導 其實不是只是為了台北啦 我覺得 好像為了台北來說 真的是 太過了 讓他覺得 欸 又不是全台灣 就是只看台北這樣子 而且 是因為台北影響到整個台灣 所以 我們明明在明明在十三號 就可以 欸我們來所謂的降三級 嗯 然後他就要來說成 微解封 嗯 那其實在中央 他們的定調 其實也沒有 從來沒有出現 微解封這三個字嘛 因為解封 你知道嗎 是深四級封城 我們才有所謂的解封嘛 嗯 對 那中央一直在講的 其實叫做 四度的鬆綁 嗯 對 那從這些名詞 比如說匡列 匡列啊 他叫什麼 同心緣啊 精準異調啊 異調就異調 什麼 很會發揮新名詞 對對對 然後搞得大家覺得 喔真的有在做事 其實就是那一套 可是他的那一套 又是 背離著大家都在做的那一套 你看 最簡單 因為我曾經 有發過一篇文 我現在到這邊 鄭重的跟那個 我們的妙妙姐 妙妙姐是誰 那個林之妙 喔 對 跟他道個歉 因為我說 柯文哲都比林之妙好 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對 實際上是林之妙真的比柯文哲好太多了 對嗎 對 可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是說 口袋這部文 因為 在疫情一開始的時候 林之妙不是 那個電視台去訪問嗎 那時候在羅東那時候 對 然後就說 你對這件事 喔我們就是會做好防疫 他怎麼問永遠都是這一句 對 可是他確實也把它做好了 因為總比柯文哲講了一大堆 對 飯吃做不到一通吃 對對對 跟我們講到一般人天做厲害 結果 我做出來不破片 對 所以 我們在這裡是要說的是 不用再在那裡發明什麼一大堆 新的有的沒有的廟室 我們也記不住 你最初做的是 把你最基本的這些動作 都把它做好 台北 跟新北市 這兩個最危險的地方 趕緊你把這個結證搞下去 我們才能夠去結局 我們原本 在那五月進場 都這麼快樂的生活 這是全台灣的人民 都在期待的一件事 因為凱凱剛才提到一個事情 就讓我忽然想到一件往事 因為凱凱就提到說 我們的台北市長 柯文哲 很會發明新的名詞 對 我也想到 我以前 大概2017年的時候 我有翻譯過一本書 因為我那時候 在非洲工作 你也知道 非洲的環境沒有很好 所以下班之後 大概就是 在家修身養性 是只差沒有念佛的 那個 在非洲晚上 沒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就想說 來翻譯好了 我就翻譯一本 當時候法國出的書 因為那時候 法國要總統大選 所以法文你也略懂 對 在法里唸過一陣子的書 哦 那本書的題材很有趣 他就是在跟選民說 你要怎麼樣投票 他不會直接用那種教科書的方式 而是他會收集很多 一種歷史上很著名的一些 辛辣諷刺的言論 那就是讓你看得出來 但是那個笑是有點心酸的 因為他就是在酸法國 因為法國的世界報出的 那裡面有一則 我就覺得非常適合 跟貼切用在柯文哲身上 那一則那個 這個 格言警句是這樣寫的 就是 在法國 基本上 人們是改變不了任何事情的 真正 政府是改變不了任何事情的 他們唯一可以改變的 就是事情的名稱 舉個例子來講 那今天假設 法國政府 這是書裡面寫的 不是我們在罵 用一下 假設今天法國政府 他想要改變那個 提高治安 對不對 可是他失敗了 所以他怎麼講 我們有把治安做了一個有效的整頓 他換一個名詞 可是實際上都沒有變 這個一個在法國飽受詬病 而且被法國人非常的 這個眷勇的 諷刺的文字 竟然可以 那麼完美的服貼在我們台北市長 柯文哲的身上 所以不得不說 那個在台北市 柯文哲的領導之下 某一種程度上 確實是已經超音感美 國際接軌了 對 只是那個是一種比較負面的地方 就是 對 所以人家說阿伯可愛又務實 那個可愛是就 多倒的可愛 對 很正常 趕快煮的 那那個務實是 那個 不小心吃到一罐 對 不知道吃到什麼東西 怎麼說話說到這樣 對 所以我今天有打一篇 就是說 罵著罵著就哭了 因為你有加洋蔥嗎 真的就是 喔 我們真的在等 結果 今天台北又14例耶 而且又 這個 又變全台低了 對然後他又講 他又 而且 他真的是很大言不慘 很兇敏的說 喔 我們在這個隔離旅館 匡列起來 我們有發現很多 Delta病毒的這個 染疫的人 我阿伯就很 很感謝你耶 因為你有去旅館 然後有去做這個疫調耶 笑死 那本來就應該要做的 你這樣講的 變成都是他的政績一樣 那如果沒有他這樣子 那些Delta病毒的 是不是都跑出來 我真的聽到 你到底是在說什麼 這就有的你講的出來 就是 把大家 我們這樣講的 大家 在那五龍四桌 日本這就是應該要做的東西 怎麼還 還往自己臉上貼金 對 真的是有過不要臉 而且我覺得這厲害的就是說 他以為是往臉上貼金 可是在外界看起來 就很像他是在 往臉上某一些 跟黃金長得有點像的東西 對對對 也是金啊 看是哪一種金 這樣子 Another kind of gold 對對對 可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發現 這個台北市政府 在民眾黨的盤踞之下 也是出現一種所謂 公務崩壞的狀況 坦白講 因為說句實話 就是你從全台灣的公務員的水準來看 台北市作為首都 他對公務員也是很挑的 也就是說 你能夠在台北市政府當公務員 一定也是要有兩把刷子 因為畢竟台北市政府的資源最多 然後他的挑戰難度最強 所以呢 你能夠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當一個稱職的公務員 是非常不容易的 可是 這麼樣的一個優秀的團隊 竟然可以被柯文哲搞成這個樣子 我真的是覺得就是說 充分顯示出什麼叫 將帥無能內死三局 而且 更可怕的是一件就是說 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 像現在的那個 中央的 不是中央的 就是他們每天開的防疫記者會 出現了一種有點像是在 只是為了自己做辯護的 一種現象 因為其實呢 台北市政府最近比較紅的 這一個所謂 假消息澄清的這個部分 他其實是超中央的 因為2020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在行政院 那時候我們面臨到最大的挑戰 就是說你在防疫的過程之中 有很多真真假假的資訊 你是很難去做一個有效的處理 所以呢 為了那個 讓大家都能夠去知道正確的資訊 因為當時候 疫情記者會每天至少都是 七八千的上文在看直播 所以呢 就會請陳時中部長 或者是說相關的官員 直接在這個記者會上 就是拿出一些 這些常見的網路謠言 我們做澄清 可是這個東西的利益是好的 它的形式是好的 可是被台北市政府拿去用之後 欸不得了耶 變成拿來是攻擊他們看不爽的對象 反正你罵台北 我就用這個說你是側翼網軍 有沒有 我們的張小伯 登登登 側側側翼 現在人不在這邊 但是我們可以在天空中看到他的效果 有沒有 所以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台北市政府他們在學人家的事情的時候 他是抱持著一種不走正道的先行 對 中央做謠言的澄清 台北拿去做什麼 拿去打擊自己看不爽的人 那中央他為了防疫 呼籲大家要團結 呼籲大家要能夠去配合措施 那台北就一天到晚跟人家暢反調 那結果呢 搞到現在最後都已經希望可以 在7月26號可以順利的解封的時候 那台北又冒出這一招 就是說 他的確診病例一直還是有點 要降 很努力的有點想要一直想要降下來的感覺 但就還是會因為柯文哲的這種種種 真的是倒行逆施的作為 讓我們覺得說 到底能不能夠順利解封都還是個問題 而且他還就是撇清這些責任 今天記者會他開頭第一句話就是說 我們不要一直激勵在這些數字 可是一個月前他信誓旦旦的講出什麼 我們不用疫苗 以我的專業我也可以做到清零 對然後今天他說 再給我一些時間 然後後面又補了一句淡書 他說 但是我想是這樣 你知道齁 就是齁 你覺得很像耶 你是不是他的親戚啊 你知道嗎? 每天聽齁 其實你先柯吧 柯凱凱是不是 對 我想是這樣齁 這個要清零齁 應該是沒有辦法了 你知道齁 這個 欸 他趕快說出來 你今天是自我 否定昨日是自我 對 然後就是 明明就是 你就承認說 我沒有辦法做到這樣子 然後 要撇著說 喔 你現在是一套專業 不然你是不能做齁 都你的專業 你的專業一下子說可以清零 現在又不能清零了 那其實這一開始都是在月初爆發的時候 他就沒有去做好這些事情了嘛 而且我必須坦白講一件事 就是 雖然齁 現在全台灣都要抓柯文哲 抓很大人 但是呢 一開始的時候 欸拜託我們都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趕快把疫情控制住 對啊 所以你柯文哲在那邊放話 或者說治好的時候 我們說就是 坦白講 套句中國的用就是 觀其行齁 聽其言觀其行嘛 對不對 靜觀其變嘛 如果你做得到 OK啊 你去坦白沒關係啊 你有知道嗎 結果不是呢 你坦白完了之後 說對不起 那個我覺得也不錯了啦 然後就一副那種 你知道嗎 我真的會覺得說 他最近的這些態度跟作為 就是很像 我們日常生活中 曾經遇過了 或聽過一種故事 就是準備要倒會的人之前都會說 啊沒問題 我錢已經抽得出來 然後可憐人就不見了 對對對 柯文哲就已經處在這個狀況 對 可是因為他畢竟還想選總統 他有一個民眾 然後靠他養 所以他不太可能會倒會 但是他現在的情況 就跟那種倒會的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相似 就是無賴嘛 對對對 而且是不是 不是很想還 但是還不出來 他是從一開始就覺得說 因為我錢拿到的時候我就閃了 我才不管你要不要還錢 對對對 那種 我就看你幾半咬我 咬我啊 那種感覺 就是 真的是很討厭 然後 就是 你對他 你對他 他也完全聽不進去 然後 甚至你給他最好的一些意見了 然後他又拉不下臉 對 所以他覺得他就是一個157 對 157 So what 你做出來我已經寫寫 寫0.157 喔有啊 哪有你就被民眾敢罵了 對 然後隔天就被發言人罵 對 其實現在他們 只要 坑者 做錯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也沒有辦法反駁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現在的做法就是 叫他們的發言人 來攻擊 他們的發言人 其實也是他們的側翼 對啊 這是也很明顯的一些 可是他們的發言人 台北市政府發言人 領的是納稅人的錢 欸 真的欸 可是我們罵這麼多 1450都沒有領過 真的欸 對啊 因為我們都是發自內心的罵 不是為了領錢才罵 真的真的 所以某種程度上你可以感覺出來 為什麼民眾黨的戰力其實沒有很強 真的 因為領錢辦事跟你自己 勇往之間是不一樣的程度 可能是內心的信仰問題 對對對 因為當你的信仰是師父的時候 就是你會 呃 某種程度上就是 你的 你的程度就會跟師父差不多同一等級了 就是一直為了護航啦 然後 已經不明是非跟 也不講道理 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在這裡 再一次呼籲啦 我們 欸 柯文哲市長 拜託給 真的 好好的 應該要做的事情 做好 然後我們全台灣 都想要回到那原本快樂 又幸福的生活 然後呢 那我們可以就是 欸 可以去球場 然後呢 甚至到球場還可以吃便當 對不對 這樣才能本東本東會棒落空嘛 喔 喔 對 現在只把閉門打球還是比較可惜一點 對啊 一點FU多 就少了一點什麼感覺 我相信還是有些人想要進去把那個椅子拆下來 哈哈哈哈哈哈 龍象大戰是不是 對 所以 所以 還是真的 真心呼籲啦 我們也沒有想要命理 我們那命理 我們那命理是 真的希望說 你快把事情做好 然後讓我們可以 而且 全台灣 不是只有講我們喔 如果你真的喜歡你的老百姓 去看看你那些所謂的 夜市的攤販 市場的攤販 甚至一些路邊的店家 各種 各行各業 百公百業 其實大家都在等你 快把事情做好 台灣安全去喔 我們才可以 回歸最平靜的生活 可是你這樣搞下去 到時候 誰在擦屁股 還是中央 根本不是柯文哲你的責任 這個時候 矛頭會指向誰 有點奇怪了 所以這個 我們也應該要去思考一下 而且其實簡單來說 柯文哲的 到目前為止的做法 他都是 想要走一種就是說 獨一把的狀況啦 那我的觀察是這樣 就是 當柯文哲他跟中央操板調 而疫情壓不下來的時候 那激起的民怨 其實不是百分之百 都會往柯文哲身上 而是會有一些 民眾 會認為說這是中央的責任 那對中央的不滿 柯文哲就是想要去把它 轉換成對自己的支持度 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講 柯文哲就是有一點就是 利用惡性循環 來製造自己的聲望 就是當疫情一直壓不下來 民眾的那個 不滿一直升高的時候 他就去 去吸收這些不滿 這好補一句 很快 其實就是國民黨 在野的這個身份 一點都做得不好 然後被柯文哲撿到 然後柯文哲又可以去 撿到國民黨的票 就是這樣 可是這就是一個 台灣老百姓的一個BI 好 那節目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進口廣告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邦 馬 媽 妳要去運動 要記得穿得更更更更 有啦 妳看 我真的穿著運動衣 有更沒有 上面還會反光耶 讚喔 妳在等過車路的時候 還不可以騎得太多 要逗留三大坡勘存喔 我知道啦 老師也說過 不可以站離馬路太近喔 還有 過馬路也要注意轉彎的車輛 不要低頭滑手機 太危險了 爸爸妳要以身作則喔 快樂聯播網 關心行人 用路的安全 好可愛喔 這是我剛出生的女兒 是這老婆 生出一個健健康康的乖寶寶 在寶寶背後 除了辛苦的準爸媽 還有政府替孕婦撐腰 懷孕期間 國民健康署補助每位準媽媽 14次產前檢查 一起守護母嬰健康 只要注意均衡營 及控制孕期體重 記得定期產檢 就能讓寶寶 健健康康的出身 以上廣告由衛生福利部提供 並使用菸品健康福利捐 真編時事 掌握社會脈動 請聽你的聲音 最用心的電台 提供給你最豐富多元的訊息 無論是選舉第一線報導 全國性議題 地方性議題 社會關懷等 你們的事就是快樂的事 永遠跟聽眾聽到在內 快樂聯播網 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播網 好 歡迎回來快樂聊時事的節目 現場 我是主持人 鄧主汝 今天咧 我們的另外一位 台北的主持人 非常帥氣 漂沛 英俊 瀟灑 高挑 美麗大方 越良越奇怪 總而言之呢 就是我們的凱凱周哲宇 來的我們的現場 跟大家聊聊天 同樣的請這個凱凱 來跟我們打聲招呼 大家好 我是周哲宇 開開 我今天是台灣基金的 國安東部 是做這部的主任 在那陣場是 那陣場是 那陣場陣場 12年 日本 台語的經驗 我的人生 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在日本 嗯 這樣子很像 算得出來 所以你今年18歲 是不是 謝謝 對 好 因為上段節目 我們 教克文哲實在是 有點這個 雖然說通體舒暢 但是也是幫人民說出大家的心聲 是 但是畢竟這個口業照多了 我們還是要修身養性一下 對對對 所以跟大家聊一點 比較不一樣東西 大家 換個口味這樣 也是不錯 那 因為凱凱之前 有在日本非常長久的生活經驗 那我們就想要請凱凱 來跟我們分享一些 大家比較不太清楚 或者是說 比較沒有注意到的 一些日本文化相關的事情 那例如說最近 最熱門的事情 大概就是東京奧運 要來開大 對 那就是有沒有什麼一些重點 要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東京奧運的重點 其實已經相隔五十幾年 日本又重新舉辦到 申請到這個 東京奧運 其實這次東京奧運 應該是在那些古年 應該在那些開始 那 其實在 現在 日本 他辦這次奧運 在日本的國民裡面 其實有大概將近七成以上 是不同意的 連我再打去 因為我現在還會跟一些 日本朋友聯絡 我還會跟一些 日本朋友聯絡 說 那個對東京奧 你們怎麼看 他們每一個 唯一的答案就是 不要辦 對 就是趕快停 趕快停 不要辦 因為他們日本其實也很怕 因為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 的意思 對 跟大家都也是一樣的意思 對對對 我們是正經的節目 對對對 因為 大家也可以知道 上個禮拜 日本解除之後 馬上 又 又準備要封了 又把緊急事態宣言 又搬出來了 一開始 以為真的 就大概是可以壓得下來 可是後來緊急事態宣言 一出來之後 另外一個 隨之而來的消息 就是 今年所有的東奧 都是 閉門比賽 這對一個 雙手音響有多大 我相信 那個聖上蟹術 如果少了這些觀眾的 吶喊聲 真的會瞬間降低很多 不過我相信 在一個情況之下 這絕對是我們 台灣選手的力度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以前 中華職棒也沒什麼 也沒 不是啦 我們這些老球迷都非常的親自 可是 可是 我們放棄了啦 有點可惜 有點可惜 對啊 所以 還是希望幫我們 台灣的選手加油啦 有幾個有指標性 可以奪牌的 例如說 現在你嘴巴上這一位 對我嘴巴上 戴著口罩這個 這個不是新世紀福音戰士 我們跟大家報告一下 來我們跟鏡頭看 嘿嘿嘿 那 這個像羽球的戴智穎 甚至我們的雙打的組合也很強 然後 桌球 然後 我們 一定會奪牌的 不要這樣講 因為阿鐵也很大 對啊 這沒有得話到你負責 一般就跟柯P一樣 一個月沒有清零 真的 非常有機會得牌的 像郭信淳 那種 對 然後 還有一些甚至 欸 有一些選手 他們可以去到這麼高的殿堂 學到一些國外選手技巧 田徑也好 欸說到田徑 你有在跑田徑嗎 我以前是田徑 對 小學小學 對對對 對啊 可是我是常跑 我不是短跑 因為腳太大 短跑跑不快 難怪你會一直追著柯文的股方 對 欸你知道嗎 這幾年 沒有啦 我沒有追他 他 褲子穿那麼高 我實在不想追 沒有一種想要把他褲子扒下來的感覺 沒有沒有沒有 完全不會有這個意外 對 欸 獨家公的田徑 日本的這個田徑隊 尤其是大對接力 400公尺的 他們是全世界全三名 這麼厲害 對 你很難想像對不對 嗯 如果是 那種短跑的 一定是亞馬加啊 肯亞啊 對啊 然後美國啊 對這些比較 欸就是 爆發力比較強的 對對對 他們的可能 天生的身體的結構肌肉 就跟我們亞洲人比較不太一樣 就像游泳 游泳池裡面 就不會有一些 非洲的選手 嗯 對那 可是日本 他們在田徑這一塊 其實是 做到非常非常厲害的 那以前 欸最近大谷祥品很紅嘛 對不對 明星賽前 你說的是雙胞胎兄弟啊 對對對 那個投手大谷打者祥品 對對對 對那 日本有去研究 他怎麼長成這個樣子 對 怎麼可以 投的 球這麼快 可以投到一百六十幾公里 然後就去做 很科學性的數據的研究 嚇我一跳 我也覺得 你要把他送去手術室開到才開這樣 這是日本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耶 就是對於 把科技用在運動上 讓我們可以覺得 哇真的是寡目相看 原來這個 運動科技是可以這樣子使用的 比如說 他把大谷祥品的手背往後一拉的時候 卡卡 骨子的 因為他就去量 他的整個背肌 背部的肌肉的結構 是很深的 深到可以插一隻手掌進去 意思是什麼 就很像我們如果要設橡皮筋 要玩彈弓 是不是要把他拉滿 對 拉到最深 彈出去的那個速度才會快 對 所以大谷祥品 他拉的這個 他的延展性是比其他的選手都還要好很多 這讓我聽 想起以前 那個就是 有的投手他為了練紙岔球 他會故意去開刀 就是把手 食指跟中指之間那個 肉連住的地方 把它剪深一點 這樣他 球可以夾得比較深 這個叫樸嗎 對對對 樸 拿那個樸減深一點這樣子 所以大谷祥品他就是天生那個 對 他的背肌的結構 其實就和一般人比較不一樣 所以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不是說大谷祥品很厲害 而是他如果以後 要用科學話去挑投手的話 嗯 這個會是一個指標 先請大家做一下伸展運動 對對對 然後去量一下他的這個背部的肌肉 是不是和大家比較不一樣之類的 我剛剛 這個是 在日本這次 為了這次奧運 包括他們的游泳 也是喔 就是 你跳下去 他們每天就是練這個動作 你要用什麼動作 跳下去多深 腳要踢幾下 全部算好 喔 非常的科學化管理 對對對 這個時候又想要Cue一下柯文哲市長 這才叫柯誰好不好 你一題是science OK 對 什麼科學家 我看 算了 沒有要講你了 他是科科學家 所以我說那個 Picotaro 他是Cobi Cobi 真的 其實凱凱這個分享 也讓我有一個觀念上很大的改變 因為其實像我們比較常看職棒的 都會有一個印象就是說 日本的教練在訓練選手的時候 他就是 他反正就拖著輪胎啊 超長跑一百圈啊 跑到累了 你繼續跑跑 腿斷掉你就很厲害了 就是一種很土法練剛的模式 而且又很喜歡改選手的知識 對 可是從你剛剛分析 感覺說現在日本的體育界 至少有一部分已經是走這種 非常的科學化個人化的一種訓練方式 對 而且他們會用那種慢速的攝影機 去分析你的所有的動作 然後 塗髮練剛的方式 我不能說沒有 可是他們可能會把這個東西放在 是比較體能 可是如果是技術面的精進 我覺得還是要透過這些 更有效的效方法 來去提高他整個效能 所以我覺得 他跟兩邊相輔相成的 的那個作用之下 你看日本的運動 在很多的這個運動項目上 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一個成績 嗯 而且其實凱凱說的那個 超高速的攝影機 可以拍慢動作那個 我相信有在看棒球的 朋友應該都知道嘛 就是那個其實非常的精細 對 就投手投出去之後 然後那個 那種感覺其實看起來滿爽快的 對 可是我就想到說 如果我們把這個攝影機 拿去 台北市政府 在柯文哲講話的時候 擺在那邊看 會不會看到他的嘴巴 開開合之間 對 然後不小心噴出了 口水他 那樣 可是柯文哲很簡單 其實我們不要浪費 那麼多資源在他身上 因為他一開口就是在說謊 跟之前韓國語是一個 所以我們邀請那個建重同學 送給你 對 為什麼要說謊 對 這個是奧運 那馬上要開始了啦 那希望我們大家可以一起來幫我們台灣的這些選手來加油 那也可以欣賞一下最高殿堂的這些選手他們背後的辛酸 辛酸怎麼忽然這樣變成一個比較嚴肅的話題 因為我們今天只要聊的是日本你比較不知道的那一面 那穿我在日本我是一句日語都不會的時候我就去到日本了 所以其實我在那邊也吃了非常多的那些可能大家比較不能知道的一些苦 像日本他們現在的打罵教育其實還是存在的 就拿一個竹劍啊對不對 學校不會體罰 對可是在職場上反而會有 很像我之前在餐廳打工 對然後他們其實不會教你喔 你是要眼睛一直看 比如說你現在比較有空 你就要去看其他人怎麼做這份料理 那如果哪一天order進來的時候 那個不在他位子上 然後料理長說欸你去做 你就要馬上可以銜接起來 欸這怎麼跟我們在日本節目上看到有些外國人去學料理 然後人家很親切的交道他是 欸沒有那個都是節目效果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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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對對對所以他會說欸你去做 欸你去做 然後你去做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把它做好那沒事 可是你做不好 那不是你份內的事情 你還是會被罵還是會被打 所以這個是日本 可是被罵完被打完之後 然後他還是會再教你正確的一字 可是他其實要跟你講的是 你平常沒有事的時候 其實你就應該要去學 主動學習啊 就是要去學這些東西 所以像他們的料理長 很多居酒屋的料理長 其實不做什麼料理喔 他就負責看 對他就是負責看 然後他們一定會做的 一定是料理長親自做的 叫做生魚片 喔喔因為那個刀工最細嘛 對 然後你要擺盤 然後你的手什麼什麼的 像那個 那個米其林餐廳的那個 那個老師傅 喔就是那個歐巴馬去吃光那間嗎 對對對對對 你知道他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事的時候 手都在哪裡嗎 在彎轉珠嗎 沒有 是手要泡在冰水裡 喔喔 讓他的寶石感覺敏銳度是不是 不是 是這樣子他才不會因為拿起那塊魚肉 因為我們的體溫 然後拿到那塊魚肉 讓魚肉變質 喔喔 哇 這樣真的是很難苦 真的是職人精神 所以他的手一定是 浸到那個手指頭 就是做做做的對不對 對 因為很多水分啊 然後就是龜裂啊什麼的 整個非常非常的嚴重 可是 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是要這樣子做 對 我有跟大家分享 我曾經遇到一個料理店 也是壽司店 對 很厲害的壽司店 然後那個師父 去做 然後是沒有菜單的 然後你做下去就是 直接點 或者是講一句 我寶貝 就是親菜理者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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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對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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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就是說隨你意的意思 對對對 欸 就是教給你處理這樣 我想說那這樣以後你的男女朋友啊 聽眾朋友大家學起來 問你說 欸玩湯吃什麼 我看不見了 哇 這麼好 沒有 女生就會說不要 這個我不要 來來來 我們訪問一下凱凱的另外一項 反正 後來我去問她 就說那六里長 你學到這個程度 學了幾年 她笑一笑抓了一個頭 幾年 她說我還在學 這非常有哲學的概念 然後她又補了一句說 可是我從小 因為不愛念書 國中就去當學徒 然後她 光是洗你 就洗了七年 試想 如果今天這個小朋友在台灣 洗你洗七年 我跟你講 應該是很難找得到 就算孩子做得到 家長也不會給他做 會不會 阿嬤就說 欸 我要吃你做一個蘇西亞 你進去那裡做了嗎 然後她跟阿嬤說 阿嬤我還在洗米 然後過了半年 然後就說 欸 你蘇西亞好嗎 阿嬤我還在洗米 然後阿嬤就很生氣 阿嬤我還在洗米 阿嬤我還在洗米 在日本他們這樣子的文化 其實在餐飲業來講的話 其實還是非常非常根深蒂固 就那個基本功要非常的扎實 對對對對對 所以 他們又不能不這樣子做 這個就跟我們待會要講的這個話題 就是日本人 很難看別人不一樣 噢 他們的這個社會 對對對 社會上的這個壓力其實是 非常非常大的 對對對 比如說 你有聽過春八分嗎 有啊有啊 就是那個豬排要八分手嗎 不是 不是豬八分 是春八分 春八分不是春八分喔 那個春啊 春就是我們講村莊的春 春八分就是 欸其實在日本如果你被排擠了 被霸凌了 在他們的社會裡面 有另外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方法去面對待你 意思就是說 你的 你會獲得一個差別待遇就對了 欸對 對這個差別待遇 不是肉體上的 可能是精神上的 那春八分的意思就是說 在日本的 他們的社會其實 團體意思是非常強的 你看 他們到了高中 嗯 出去畢業旅行 對 還是穿制服 嗯 對可是你在台灣哪一間學校 畢業旅行穿制服 而且還是 對啊就是比較少見 而且還是出門 對而且是出門遠足欸 如果校長在升起的時候說 欸各位應屆的同學 我們這次畢業旅行四天三夜 記得都要穿著制服 嗯 學生第一句話就 哈 然後開始順應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嗯 對不對 可是在日本他們 會覺得這是 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嗯 所以他們比較不能跟人家做到不一樣 喔 那如果你跟人家不一樣 你就是標性利益 嗯 那這個不一樣也不一定是不好的喔 明明是好的 就只是想把頭髮留長一點這樣 欸之類的 OK 那所以呢 就會有 他們所謂的比較 他們不於這種 日式的霸凌 嗯 日式的霸凌 可能就是精神層面會比較多 那剛剛講到的村八分就是 欸 在一個村莊裡 然後呢 有十樣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嗯 可是 你只要被霸凌了 他們只會幫你做兩件事情 喔就是其中的八天都不做了 對 就當作你不存在 對 就幫你當空氣 嗯 對就是 你有住在這個村子嗎 你是怎樣 都沒有我們家的事情 可是只有兩件事情 這些村裡面的人才會想起你 嗯 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喪禮 喔 欸第二件叫做你家火災 喔喔喔喔 因為火災會影響到其他人 因為都木災嘛 嗯 所以你們家如果火災 我如果沒有來幫你們家滅火 我們家不會做火災 嗯 所以他們是不得不幫你家滅火 所以之後 很不甘願的去幫你滅火 嗯 另外一個就是喪禮 如果你就這樣子走了 然後你的屍體在那邊 然後你的屍體在那邊 衛生的問題 對 就是這兩樣事情會波及到他們 嗯 所以他們才會幫他做 嗯 可是你說其他的什麼 結婚啊 慶典啊 你家生小孩啊 要什麼什麼其他的 都不關他們的事 嗯嗯 反正你就是 在那個村裡面 隱形人 當一個隱形人 就是這樣 可是這個所造成的 心理壓力其實是非常大的 尤其在江戶時代 那 因為日本大家都知道 以前是有所謂的階級制 嗯 那這個階級制就是 天皇 大明 武士 OK 這一類的 嗯好 那我相信大家正在聽得津津有味 不過我們這邊要先賣個關子 因為時間到 我們先訂個廣告 休息一下回來之後 再請凱凱跟我們繼續分享 你不知道的日本的另外一面 那我先訂一個小小屋 只有什麼趣到 什麼時候 我先訂一個小屋 然後就這個子 然後又或者喝酒 那我就issimo 你這個賣個小屋 我先訂一個小屋 第二 房屋税税率降到百分之一点二 第三 地界税税率只要千分之二 我将家人公益出座营 作为用好处 作好书 请就忙搜寻公益出座营专库 一种中国由来政部和来政部营建设提供 沾边时事 掌握社会脉动 请听你的声音 最用心的电台提供给你最丰富多元的讯息 无论是选举第一线报导 全国性议题 地方性议题 社会观摆等 你们的事就是快乐的事 用我跟听众听到底呢 快乐联播 欢迎回到快乐聊时事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陈子余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非常的那个熊壮威武 英明刚指 然后那个大方美丽又的气质 凯开周哲宇 当然请凯开跟我们打声招呼 大家好 请周哲宇凯开 上两段节目呢 我們先這個罵了一下柯文哲 我們是建設性的批評 對對對對對 然後呢我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凱凱他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 因為凱凱呢他在日本活的待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所以說對日本的了解會比在台灣的 我相信比大多數的聽眾朋友要更深入 那剛剛有聊到就是說日本的這個階級文化嘛 例如說在江湖時代會有這個工方啊武士啊這些 那請繼續 剛剛講到階級啦那一般來講除了這些這關世襲的 那這個比如說天皇天皇家 那個從這個最開始的日本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有的這個天皇家到現在 然後再來就是將軍各地的大明 再來就是地方型的這些叫做武士嘛 就是地方型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其實他們還有分四個階級 那四個階級啊 簡單來講就是市農工商 那市農工商的話 那市就是在做官 當一些小官 可是呢他比較不是在那種試習制的 對可能就是在 基層公務員 對對對基層公務員那種感覺 那再來就是農跟工還有商 對那農工商這三個裡面 位階比較高的其實是農民 大家會想說應該會是什麼商人還是什麼的 其實是農民喔 因為那些貴族要吃飯還是要靠這些農民 他們如果沒有那種菜他們沒有東西吃到吃 所以這些貴族其實對於農民的這個態度 會比較好一點 會給他們比較稍微有一點點優惠跟比較放寬的一些政策 因為沒有農民種田他們就沒東西吃了 對再來是工 工就是我們所謂的匠人 那你要用到東西啊 用到什麼生活物品 甚至他們要拿出去砍砍砂砂的武士刀 這些也都要他們來做 對所以對他們來講也會是稍微比較OK一點的 反而在日本整個社會最低層的其實是商人 那商人的意思就是 這些東西 他也是拿別人的東西來買賣嘛 可是不是他自己生產的 對所以就 在日本的這些武士階級 他們是最看不起商人 因為就是 就是有一種在蹭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日本還有兩個階級是 比較不被大家所提起的 一個就是所謂的惠多 一個叫做非人 嗯 那惠多這一個就是在日本 哪一個惠哪個多啊 惠就是烏惠的惠 一個何字旁一個你幾歲的歲 那個字念惠嘛 然後多就是多少的多 嗯 嘿 那日語叫做惠打 惠打 對 那另外一個叫做非人 嗯 那非人的話就是比較像我們 就是我們這樣說的去吃 就是我們在說的乞丐 他就是去給人家 行行 呃拜托給我什麼 對對對 像那個 那個國民黨那種感覺 對 好OK 好那這個惠多 嗯 其實我們要講的是 這個階級 他很有趣 他通常是犯人 然後犯人呢 因為犯了錯 然後被關出來 被關了出來之後呢 整個社會容不下他 嗯 他沒有辦法在整個社會立足了 那沒有辦法在這社會立足之外呢 因為日本受佛教很大的影響 嗯 這點我到現在我還在釐清 因為 我們先講 因為受佛教的影響 所以呢 對於 殺生 結束別人生命 動物的生命 然後會有血 這些吃肉 的這些東西 可能就會是比較 不OK的在他們的社會裡面 嗯 那誰要做這些事情 嗯 對 他就讓這些所謂的 人生共也叫做更生人 是 然後去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 一直在那種 明治時期 在稍微之前 有一個命令 公佈下去 叫做 所有的階級都是世襲制 嗯 所有的階級喔 所以你的 你爸爸做什麼 就一直做什麼就對了 對對對 所以你爸爸是農夫 嗯 今天哪怕你去把那個 誰的頭砍下來 然後交給資田信長 你還是農夫 嗯 對你不會因此而立的大公 稍微 轉換一下你的身份 嗯 對所以 在會多這一級 基本上他就會是最可憐的 嗯 爸爸阿公阿做飯的錯 一直到他孫子 到他孫子的孫子 都還是那個 對 所以這個是 是在日本大家比較 所謂不知道的 嗯 那再來就是非人 那一直到後期呢 嗯 日本政府 在這個戰後 嗯 其實我們知道 應該在 明治維新的時候 就廢除了所謂的階級制 嗯 可是 對 可是你要想啊 欸就像台灣我們住房子 會不會有一種那種感覺 比如說 好我們今天一直講台北 那我們就繼續講台北 哈哈 天母 嘿 信義區 就會覺得是怎樣 高貴尊爵不凡 對 很有錢的 一瓶幾百萬 那你要再把大安補進去 對 大安OK 然後呢 前陣子新聞一直出來的 萬華 一樣是台北市 可是 就會被他們說的很像是 比較是 比較一個 那個比較古老的傳統的這樣 對對對 然後就感覺 沒有像真的像 大安天母 萬華 不是 大安天母跟信義 那種感覺 對 所以 先入為主的這些觀念 就自然而然的存入在 很多人的腦海裡 嗯 那 惠多也是一樣 那 我們說我們做 之前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 人家自然而然就會被 排 就會被 那個 排擠嘛 所以 我這邊就想到說 惠多跟春八分 它會有一個連帶的關係嗎 就會有那種類似的那種感覺 就是春八分 因為你家 就不受歡迎了 嗯 對 所以 你 你們兒子 你們孫 所有的左右鄰居 就繼續 對 還是 還是會對他指指點點嘛 欸 我們平常 這什麼人兒子 對啊 對啊 以前也沒電視啊 啊 下午就沒電視啊 沒辦法看到 啊 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聊八卦嘛 嗯 欸 隔壁那個阿虎 我知道看到他怎麼樣 我看到開開 昨天 他們拽著不咬 這是誰出門的 這一類的 所以你真的嗎 沒有 所以呢 這個就是 欸 變成 會變成是他們的一個 茶餘飯後的一個 話題 然後變成 而且是一個村莊的一個 永久性的一個故事 因為以前的交通不方便嘛 所以 你可能一輩子就是在這個村莊生活 對 如果說你被這個村莊人排擠 他真的會蠻慘的 對 真的很慘 所以 會多自然而然的也是 啊 之前你看他們阿虎 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叫他們乖 然後 他們就 這一戶 家人 就很難去翻身 而且 後來 這些人 他們會不會取暖 一定會嘛 嗯 然後就會慢慢聚集 慢慢聚集 嗯 聚集在 很多同一個 村莊裡面 然後就變成是 日本很黑暗的一些小村莊 是 在福岡很多 哦 然後 因為地理環境的關係 地理環境的關係 地理環境 然後因為 那邊雨阿 那九州的氣候 又稍微比較宜人一點 嗯 所以有很多的 畜牧業什麼的 都在那邊 然後呢 再來就是在京都旁邊 大阪 附近也會有 哦 因為 貴族要吃肉 哦 所以還是要有人提供這些東西 對對對 那這些事情 誰要做 就是這些人 所以在 日本的這些 文化裡面 其實蠻有趣的 就很像黑道一樣 日本的黑道 他們現在都是 企業化經營 嗯 然後 很多人 這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於日本的那個刺青 嗯 刺青 那日本的刺青 不是你想要刺就可以刺 哦 對 不是你想要刺一隻老虎 刺一隻龍 刺一隻阿伯 對 不要 刺一隻阿伯 可能 我如果 以前有刺阿伯 我現在又想要 趨吉畢胸 我想要直接刺怎麼辦 哈哈哈 OK 所以 欸不是什麼都可以刺的 所以 所以像他們會有所謂的桑拿 嗯 那這個桑拿就是 開喔 有刺梨的人 去 刺青苦的地方 嗯 因為他不能去公共澡堂 他更不能去溫泉 除非那個溫泉 老闆就是他自己 哦 我就想起以前 去日本玩 確實會在日本的溫泉 對 看到告示牌說 如果你有刺青的話請問 對 他會寫 入末刺青者 那個 立入禁止這樣子 對 所以 那個 在日本 你要刺梨 其實不是可以賺的 一定有 像我們台灣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 那個 八家九那一類的 會刺鯉魚啊 嗯 走來路日本會很危險 我都會想笑 哦 你知道 鯉魚在日本是什麼人在刺的嗎 什麼人 大哥的女人 哦 OK 所以 這個是比較 真的真的 你去看他們的一些服飾會 的那些土 還是一些 也是有一種文化的 對 就是其實他的這個土是什麼人在刺的 是已經規定好的 就像中國古代的官場也是 你吉平官就只能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對對對對對 對 所以他們可能比較不知道這個就會刺一隻鯉魚 如果真的去 去到日本泡溫泉就會有很多笑話 哦 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一些狠狠的話 他們的眼神就怪怪的 對對對 沒有可能 可是如果真的是日本人 他們有刺青 然後去到 不應該去的地方 他們很容易真的被扛出來 哦 對 這個是他們比較 所謂我們不知道的這些文化跟 社會禁忌規則 對對對 很多 尤其在關西這個地方 會特別的明顯 是因為他跟京都比較近 所以那種規矩特別多嗎 對對對 所以 可是關西有去的話 有機會 如果還有機會再去關西 然後你如果是住在市區 到了五 禮拜五 禮拜六 你可以晚一點睡 走到大條路試試看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看到很多 我們現在所謂的那個 暴走族 哦 到現在還是非常多 就騎奧巴一樣呼呼呼 對對對 可是速度很慢 看只是車子很大聲 啊 對 然後就是 然後像腳踏車一樣 對然後速度大概二三十 你就遠遠聽到聲音 然後等了兩分鐘說 那車咧 那車咧 然後等到的時候 你就看到原來都是這樣 這樣你就可以去嗆他啦 我們台灣路上阿伯騎都要快 真的 不過他們有一個好處啦 他不會像我們的標車組 騎過倒退的 都不一樣 他們就是一種 那個paradise 那個展示遊行 對對對 然後就是 把自己的車改得很華麗 然後穿著一件 那個像塔比一樣的 哦 就像那個商人嗎 對對對 就是商人 對蠻有趣的 在關係那邊還很多 對啊 難怪會有一些 這個日本的一些 都道府現在他們各自的評價 就是說 那個越北邊或越南邊 越好相處 越靠近京都人越難相處 哈哈 對 京都人確實是最難相處 連東京人給京都人的評價 都說腹黑了 哇塞 對啊 而且那個京都有一個特色 他就是常常會拐著彎說話 例如說像現在齁 那那個 我跟卡卡聊聊聊 阿卡卡是京都人 他 卡卡已經覺得我講話很無聊無趣 想要閃了 可是他又不會直接跟我講 他就一直低頭 看他的手錶 對 暗示說 欸你 不會不會 他不會低頭看他的手錶 他會直接問你說 欸你的手錶很好看 哎呦 哇 你看這個又是更高級酸 有沒有 然後像我們這種比較單純 就說 欸謝謝你的稱讚 對對對 然後他那個 人家裡面就會 罵三字經說 我在叫你會滾 我叫你看現在幾點了 不要再說了 要走 要結束了 對對對 然後女主人就會問 說你要不要再喝一杯水 喔 他不是真的要倒茶給你 他說你可以滾的 對對對 你不會嘴巴 這種感覺 真的真的 所以那個 基本上我們還是要自知之明 像現在已經6點55分55秒的 節目時間要到了 我們不能被京都人嘲笑 是是是 那個節目時間在這邊要告一段落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也可以到我們的粉專 留言給我們凱凱加油打氣一下 這樣子 OKOK幫我們補個血 因為最近那個可能要被科粉出征 這樣 是這樣嗎 那大家一起來圍繳科粉 這樣不行 好 那個快樂聊十四呢 我們下周同一時間再會 拜拜 拜拜